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香港在本月頭四日大致天晴和較為乾燥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在4月4日曾經生效 在廣東沿岸一度低壓吵的影響下 4月5日轉為多雲、猶豫和有狂風雷暴 所以雷暴警告在4月5日曾發出 受到中國東南沿岸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影響 隨後三日天氣、稍糧和有雨 由於天氣乾燥的關係 天文台在4月7日曾發出過黃色火災危險警告 在一度趕闊和大雨的雲帶影響下 4月9日早上多雲、有雨和紀鎮雷暴 雷暴警告在當日曾經生效 隨著雨帶逐漸移離本港 當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持續受到一股和暖和潮濕的海洋氣流所支配 其後三日本港天氣轉為大指天情 和暖和沿岸早上有無 一度低壓吵在4月13日為本港帶來了紀鎮驟雨 局部地區亦有紀鎮雷暴 天文台在當日發出了雷暴警告 在一股和暖和潮濕的海洋氣流影響下 4月14日和15日天氣和暖 有幾陣驟雨也有幾陣霧 一度低壓吵在4月16日還過華南沿岸 並為本港帶來了右雨和狂風雷暴的天氣 天文台在4月16日和17日發出雷暴警告 另外在4月16日也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受到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冬氣流影響 4月17日風勢頗大和天氣少量 強烈季後風訊號在4月17日曾經生效 同時另一度低壓吵在4月18日在廣東內陸形成 並為本港帶來了幾陣驟雨 隨著該度低壓吵南移 其後兩天本港天氣轉差 有大雨和狂風雷暴 雷暴警告在4月19日和20日都曾經生效 4月20日本港普遍錄得超過50毫米的雨量 天文台也在當日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該度低壓吵在4月21日移入南海北部 覆蓋華南雲帶也逐漸轉薄 本港當日天氣好轉和短暫時間有陽光 隨著一度高壓吵在華南建立 本港在4月22日天晴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在當日曾經生效 受到一股活躍的偏南氣流影響 隨後兩天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驟雨 同時一度低壓吵在華南形成 並且在4月25日橫過珠江口一帶 當晚為本港部分地區帶來了大雨和狂風雷暴 天文台在23日和25日都有發出雷暴警告 隨著該低壓吵在4月26日移入南海北部 本港天氣逐漸好轉和部分時間有陽光 一度低壓吵在其後三天持續影響沿岸 本港的天氣變得不穩定 間中有大雨和狂風雷暴 天文台在4月27日至30日都有發出雷暴警告 另外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也在27日和29日曾發出 其中4月29日早上的傾盤大雨 衛生界部分地區帶來了超過70毫米的雨量 屯門和荃灣更錄得超過150毫米的雨量 天文台也在當日發出了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隨著雨勢減弱 當日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天文台當日最高氣溫上升至30.2度 是本月的最高氣溫 總括來說天文台在4月曾發出過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雷暴警告、強烈季後封信號、 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和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另外天文台在2012年4月錄得的平均氣溫是23.9度 比正常值高1.3度 而在2012年1月1日至4月30日錄得的總雨量是294.9毫米 比正常值高120.2毫米 去到今個星期初 我們受到一股偏南氣流的影響 帶來一些咒雨 不過局部地區也有幾陣雷暴 雷暴警告在5月1日曾經生效 另外天文台在5月2日星期三錄得今年以來最高的氣溫31.9度 而在本週後期 廣東內陸的一度低壓槽逐漸向南移動 為我們帶來咒雨和狂風雷暴 天文台在5月3日和5月4日發出過雷暴警告 今個星期的天氣就不太穩定了 不知下個星期會怎樣呢 我們交給科學長說一下 一股偏東氣流會在星期六影響廣東東部沿岸 我們預計星期六初時會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雨 但去到日間和星期日 我們預計會有些陽光 而去到下週初天色會有一步好轉 我們預計會大致天晴和天氣炎熱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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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節奏